- 冷月遊戲天天開心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遊戲頻道 沒有錯我們今天再來講一下傳奇英雄的部分吧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角色是一支我個人覺得 其實有一定亮點但是沒什麼人玩的角色 沒有錯就是我們的骨子二來點尾 點尾這支角色呢是一支非常非常典型的續航將 而且前期的坦度就是遠一遠二的坦度 還必須要靠你自己的裝備硬撐起來 所以其實這一支要玩的門檻 算是有點高的 那你還可以選擇賭運氣 只要讓他賭到沒有遠站 直接進入近站 那他的強度會是屬於一種 接近T1到T0的之間 強度是非常高的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大家對他的評價 你可以發現基本上沒什麼人對他有評價 在對局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數據 也就只有一個數據而已嘛 然後這裡就是 都是慘敗 只有贏一場 贏一場這場是贏多少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百萬打贏 各時兩百多萬 直接克制 可能直接跳到近戰的回合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這場對局好了 今天我並沒有打算跟大家介紹 點尾的出裝跟配裝 我們主要是來聊聊 來聊一下這隻角色而已 來我們看一下這隻一百多萬打贏 對面的趙雲是怎麼打的 對面趙雲殘血 對面趙雲殘血 我覺得還好 不太適合趙雲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隻點尾的出裝好了 這隻點尾的出裝 嗯 這點尾出裝也蠻亂出的 應該說這隻算是二軍啦 這隻應該不會是一軍 這隻應該是二軍 那二軍有辦法反殺這麼多 這個戰局有點詭異啊 好沒關係 反正從這樣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其實點尾 嗯 這一局單純沒什麼亮點 所以我們就跳過就好 我們看一下第二賽季這一局 這一局勝利是打贏我們的馬超嘛 那馬超基本上現在都變成大家的 標靶了 因為很好越戰 隨便都越百萬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局 這一局對局吧 好這是成戰的部分 敵方點尾的助攻比較高 我們來看一下 馬超用馬雲露加 加誰啊 加王平 為什麼會帶王平啊 馬超其實不太適合帶王平 我們這裡 帶周泰 周泰撐續航這可以理解 帶魯術哦 魯術也是可以啦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局對局 其實我個人覺得這兩局對局都不太能直接看出 等一下 我們重看一下這局 重看一下這局 從這兩局對局可以明顯看出 點尾的強勢嗎 好像不太可以 首先馬超用宿命技能打了一波 點尾直接急襲先撞一波 傷害很低 好 直接讓點尾跳到近戰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近戰的點尾 很硬 非常硬 然後魔戰下去直接把冰種 冰種傷害拉起來 那目前你可以看到嘛 點尾基本上輸出很弱 他就是一路靠魔 魔死對方 那你說從這些對局能不能看出點尾很強 看不出來 我真的覺得點尾有點弱 但是不得不說啦 在後期的向性 就是都拖到近戰的向性來說呢 點尾 很強 為什麼 他可以直接把遠戰的所有技能都跳過 近戰勝什麼技能 神威 弱雷 挪戰 所以我個人覺得啦 點尾這隻角色玩起來是應該算有特色的 那我們就去看一下他的天賦的部分 首先 近戰回合 我方部隊獲得15%格擋率的15%散臂率 武力 提升 可以讓散臂跟格擋增加到35% 老實說35%的散臂率 三分之一 對比肝寧只能閃臂一次 他的閃臂率到35%其實算很高的 閃臂將目前有三隻嘛 三隻大家常見的 小喬 點尾 跟肝寧 那小喬玩法比較不一樣 所以撇過不彈 甘寧只有一次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點尾了 那點尾有幾招很重要的 首先 戰役 這招對他來說很重要 他的輸出就是靠兵 所以戰役等級一定要高 而且又可以額外拿暴擊 因此戰役戀滿 對點尾來說 是至關重要的事情 點尾這隻角色的特色在於他的覺醒天賦 戰前準備回合結束 等於說大家集息鐵壁放完 和那個宿命技能打完 有28機會直接進到近戰 那我們剛才看到了 我們剛才看到實戰了 直接進到近戰 會把遠戰的所有技能 就能cover掉 很多很強的輸出技能 很強的控制技能 很強的輔助技能 都是在遠戰發動的 遠戰跳過 等於把對方直接半廢了 所以其實 他的覺醒天賦 是有特色的 但強度目前真的很難體現出來 因為現階段來說 這個玩法 還沒有到特別的主流 要先看一下後期 可不可以有更適合點尾的套裝 或者是一些 伺服器系統出現 如果沒有的話 那點尾目前依然是比較冷門的角色 然後再來 大家看一下 飛擊 近戰回合 我方發動兵種技能 對敵方部隊造成傷害時 有30%機率 使該傷害 無視敵方 30%防禦跟免傷 剛才在戰鬥中有看到 他是有觸發到的 有沒有比較痛 有 從幾百傷害變幾千 雖然越佔兩百多萬 但是我個人覺得 這傷害 還是略顯低一點 然後再來 他的 隱藏天賦 在受到被消滅傷害時 有38機會豁免傷害 每場最多觸發3次 等於說 馬超的被動 被他直接移過來 隱藏天賦了 那 從兩次變成 從 馬超的兩次 那他是三次 比他多一次 等於說在遠戰回合 可以有更高的機會 撐住不倒 再來 遠戰回合 我方受到的 傷害 降低30% 我們都看滿級效果 基本上 點尾這隻角色 要撐過遠戰 對他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遠戰的輸出很高 基本上 只要沒跳過嘛 點尾就很吃 印度了 只要跳過 那就是點尾的天下 我們可以這麼理解 因為點尾在 近戰的強度 真的很高 我是覺得啦 因為諸葛亮的 天賦大家都知道嘛 無懈英雄技能 那只要讓他跳過 遠戰回合到近戰 基本上 應該是有得一拼的哦 老實說啦 那當然 職業克制上 還是有一定的弱勢嘛 畢竟點尾是武將 被文官克得死死的 所以我只是說 他這個效果 其實是可以有效 某方面來說 是可以針對一下 諸葛亮的 那不過 那不過 與其你賭這個 趴數有夠低的跳過 個人寧願帶個國家 賭那個機率下降 還比較實在一點 好那再來 近戰回合 暴擊提升25% 等於說啦 他暴擊就55%了 所以基本上 點尾要暴擊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最後就是額外 最後就是基本的嘛 加基礎攻擊 好看完點尾這支天賦之後呢 我個人給出一個評價啦 如果你要玩 近戰回合 非常硬的角色 那點尾 應該會是你的一個好選擇 但如果 他不能撐過遠戰 或沒辦法跳過遠戰的話呢 點尾 真的 頗弱勢的 因為他的 至寶 在遠戰回合的至寶 其實是偏少的 我原本以為他的雄武壯烈 是全部回合 都可以得到格擋跟閃避 所以我那時候一直以為 點尾很強 他在仔細研究之後發現 哇 他的所有家層 主家層都在近戰才發生 等於說他在遠戰 續航能力是略顯低落的 因此要讓他撐到近戰 最重要的點 就是你要把他彈起來了 那他適合什麼樣的裝備 首先 校月套裝 有人說為什麼 這個很簡單 配合基礎天賦而已 這個套裝對他是不是優選 絕對不是 但為了配合基礎天賦 把武力拉高 所以他可以用 那再來 雲招 是目前我想到 跟他比較契合的技能 契合的套裝 魔戰他也一定會用嘛 所以他吃不到的只有我們的 畢業效果 但 那個套裝 目前 目前 就所有出的套裝來說 我覺得算是最適合點尾的套裝 再來 玄圓套裝 我很想說適合 因為他的功能其實蠻符合點尾需求的 但 四維上 略有弱勢 因為基本上他不是全財嘛 所以說四維上略有弱勢 因此 玄圓套裝只能算點尾第二個適合的套裝 而不會是首選 再來 零怒套裝 零怒套裝算是一個點尾蠻好用的 套裝 套裝 對 套裝 基本上 反擊加上一些爭議控場 對點尾來說 能夠更輕鬆的度過他比較難受的 遠戰時期 那到了近戰 一樣有優勢存在 所以說 零怒其實算是也蠻適合點尾的一個套裝 那缺點也很明顯 四維太低 那說到零怒 龍膽這個套裝 其實也很適合點尾 但老樣子 功能性太少 四維太低 沒辦法 人家只有橙色套裝 只有四星 所以順序基本上來說 雲招是首選 再來是 校月或者是仙元 這兩招半斤八兩 一個是吃重功能性 一個吃重四維 再來 零怒 符合他本身的玩法相心 最後是龍膽 那你說點尾玩閃套可不可以 個人覺得也是可以啦 就走四國嘛 然後搭配我們的雙鐵戟 那個甘寧的雙鐵戟 或者是 我看一下好了 我有點忘記裝備有什麼了 搭配甘寧的雙鐵戟 或者是 龍拳劍 那龍拳劍全裁裝更強 但是 如果我們的點尾要用的話呢 也是可以的 座齊方面 典尾就真的略顯尷尬 目前我想到的 目前我想到的 大概就是把他統帥拉高一點 增加一些兵力跟防禦 所以就是 我們的 爪黃飛電 這個 這個裝備 還算適合點尾的 那有人說 金凡美人沃呢 很遺憾的 這兩個都剛好很不適合 一個是文官為主 一個是女性為主 所以相較於我們的爪黃飛電來說呢 這兩隻就更不適合了 所以如果點尾要玩 個人還是建議走套裝 會相對來說更好一點 不然的話 玩起來真的略顯無力啊 好那我們今天就稍微閒聊一下 點尾這個角色 我沒有特別說 技能跟裝備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個人覺得 這隻角色 在仔細研究跟思考之後 我覺得 目前還沒有到屬於他的強勢期 因此我個人跟大家想法一樣 我是不太推薦 去練這一隻的 畢竟看了整體的面板之後 你會發現 他真的在遠戰 略顯弱勢啊 能撐過就是王 撐不過 就下去了 大課長有更好的玩法選擇 小課 玩不太起點尾 無課 看看就好 因為無課 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講 無課你要看點尾 來點尾在哪裡 點尾 點尾在哪裡 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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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點尾點尾 我們的點尾去哪了 突然間找不到點尾 突然間找不到點尾 點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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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尾在這裡 因為我們的點尾可以猜出 方式超高輸出技能 吃妹 吃妹還離妹 應該是吃妹吧 吃妹 加上我們的武將實用技能 象徵 所以說 與其讓點尾去當 主力 我個人更傾向於讓他當 技能包 這就是很多 很多人說 為什麼沒有人玩點尾的 主要幾個原因 那當然 目前只是討論 如果你有什麼更好的想法 或玩法 一樣可以提出來講 那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看 點尾怎麼玩的話呢 我一樣可以開集出來講 只是目前我覺得 就先跟大家聊聊他的狀況就好了 如果真的想知道怎麼玩 那我們再來聊 否則就 把它放著吧 因為強度上 確實 略有不足 好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點贊 訂閱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說的 歡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會一一回覆你的 樂樂遊戲 天天開心 就讓我們 下一支影片 再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ye